跟着老冯去吃肉 今天咱们来到了房神区 青龙湖小院杨磅谷 这家老板欠我一样东西 今天不光是来吃饭 我还要把欠我的东西跟他要回来 潘大师 梁鹏 亮哥 亮哥你怎么来了 今天过来找你要个账 我不欠你账 别当小 咱们酱牛肉 牛杂 我都给你交底了 你这个是不是杨磅谷 也该给我交交底了 这么长时间了 亮哥 今天已经到了 我必须得一乎一时的交饼外了 行 我相信你 你先吃着 我先忙去 来亮哥 杨磅来了 来 给你上麻辣羊头 好 坐坐坐坐 这磅谷还没尝上它 不是 我得等你来了一块是不是 亮哥 你尝尝咱麻辣羊头 这形 造型做的不错 给舌头特意放上的 这个我可以吃 我吃大点 你吃小点 咱尝尝圆味 咱们可以蘸点咱们砸去蒜泥 味如透了 羊头 羊蹄 类似于这些都是三分煮气温泡 它主要在浸泡上 咱真像你说的就是浸泡 浸泡成功 口味软糯 麻辣 咸香 平价就不糟 以前的汤后味回苦的这个 你已经解决了 一点异味都没有了 我有贡献吗 有贡献 这真是你告诉我的 有贡献就行 这羊蹄的做法跟羊头是一样的 也是类似 也是白卤之后 然后麻辣了 这处理得怎么样 感觉像被在考试 这个白卤水泡的时间短了 时间短了 这种方式叫虫酱 第一次酱是属于去味增香 没有这么重异味的食材 直接就可以吃了 你要说异味重的 再调一锅 麻辣的或者五香的 给一些酱汤 再放在这里边再二次酱 二次酱就是增加食材的本身的香气 羊的这种异味 没去的这么干净 跟羊头比有仙子 有仙子改进 但是这羊蹄的烂乎程度 包括处理也都OK 味道跟羊头味道是一样 它是一锅的汤 羊身上最难处理的就是羊蹄 要用时间来打鲤鱼的话 处理羊头用一个小时 但是羊蹄呢 你就得用两个小时 羊头上我要放一斤料 羊蹄呢我就得加二斤料 好 让咱们我这个招牌 先吸补水 够劲要吧 够劲 够劲 辣度对于我来说有点大 就是一口就要让它记住嘛 它有不辣的 有不辣的 那没问题 有不辣过 这个辣度就没问题 这羊蹄虎还是要来这味 不要等下一个就要保持住了 我今天就是拿这SOP来的 这个羊蹄虎一入嘴 麻辣鲜香 炭 我吃过这么多家羊蹄虎 都没有你这个浓厚的味道 我觉得你这个关键是在你漂着上面那层油上 但是你又不用老汤 这个你做的挺神的 你把这个流程的你得给我讲一下吧 好嘞 首先咱们这个棒骨 浅排 你得用这个后腿肉 羊后腿它水能均匀 让它的骨髓饱满 买回来棒骨汁要进行充分的流水去出刷它 这出刷的时间一定达到8小时以上 咱们在它烹制的过程 其实咱们的炒料是关键 羊棒骨羊肉离不开的是小葷香 小葷香自然 这是咱们的下料比较重的香料嘞 炭菜之后里边有丁香 有槽果有豆蔻 有八角 有桂皮香叶 其实还有一点点香茅 咱们的香料要用油去煸炒它 南方他们炖东西都会炸葱 炸姜 然后咱们这里边加了一个葱姜之后 还单独加了一个是咱们的香菜 你看刚才炒的这个香料 就用的是大豆油 咱们炒料的时候还要要牛油炒 牛油还要炒辣椒 烈油要够 油要宽 也要倒这锅里边去炖汁 它在进手的时候 就像之前咱俩交流说煮开10分钟 关火20分钟反复三次 在关火的时候实际就是它的油在进骨髓里 所以就是油进骨髓里才有味道 你这个也结合了烤麻辣火锅锅底的 就结合了 我说的跟别人家不一样 再好的厨师也不可能说什么都会 所以说多交朋友 通过聊天 我从庞大师他们这些年轻人身上发现了难得可贵的 对美食的热爱 客户的钻研 对一件事的专注 这个是难得可贵的 所以说我愿意交谈这样的朋友 这样才能保证我的心态年轻 我才能更向上 学的更多